这个香蕉呢,就是拿来buy-label了 我真正会用来baking的,我会用这样子的香蕉 这样子很熟了的香蕉呢,其实它是最有抗氧化的,就比较甜 然后也比较适合拿来baking 今天要做的呢,就是Duck Chocolate Banana Muffin 你们也是可以把这个recipe拿来做面包,然后它就变成Duck Chocolate Banana Bread 话不多说,现在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呢,我们先把香蕉去皮 接下来呢,就把butter倒进去 Brow Sugar 蛋液 半茶匙的盐 1茶匙的baking soda 现在就可以加入高筋面粉 加入大概2汤匙的coco powder 最后呢,就加入一点杏仁碎,还有chocolate chips 锅屋 刺激 蛋液 厚烟 1个 袋 1个 在上面撒一点杏仁,所以还有巧克力就好啦 哇,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呢 现在呢,我就要喷一点油在上面 不然它等下那个烤烤的时候,它会烤焦掉 然后就可以放进去烤烤里面烤大概25-30分钟 温度是大概175-180度 哇,它们真的很香 我现在来试吃一下先 看,还很烫 我先吃一口 很好吃 哇 自己在家里做的muffin就是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放你喜欢的topping啊 然后你也可以让它不要这么甜 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们要做的话,你们也可以试做一下 最后呢,你们记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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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